对于近日美军进驻波兰西方媒体称 此举能够对俄罗斯形成威慑作用 安抚欧洲的盟友 不过有波兰专家认为 鉴于美俄在该地区部署的军事力量对比悬殊 美军的驻军仅仅是政治承诺的体现而已 北约将在今年9月的威尔士北约峰会上 对这项计划进行讨论 其中包括审查北约防务计划 加强培训演练以及安排合适的军事部署 北约官员称 这次计划主要是防御性的 重点并不是在东欧建立永久的作战部队 而是提高北约应对危机和威胁的能力 而根据英国《泰晤士报》之前的报道 北约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 菲利普·布里德洛夫 近日在纳布洛斯表示 基地将会保持一周七天 每天24小时的全天候运作状态 以便数以千计的北约部队 在危机来临的情况下 做好突击准备 目前位于波兰石切青的东北多国部队基地 部署了约200名士兵 主要来自德国 丹麦和波兰 这一基地成立于1999年 共有包括上述国家 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的13个成员国 由于基地位于波罗的海出海口 并靠近德国边境 一直被认为是北约物资储备 及人员部署的良好地点